Hey guys,我有給器材亂取名字的習慣 什麼渣男、肉棒、變態、膽婦 這是我愛他們的表現 理所當然,器材商通常不會太喜歡我給他們取的這些名字 但有趣的事情來了 有一個我曾經評測過的廠商 他寫信給我,他說 我們下個月有一隻雙頭龍,要不要試試? What? 什麼雙頭龍? 我是那種人嗎? 我是!給我!我想要! 這是DiD即將在8月上市的D4 Duo 還真他媽是這雙頭龍 此無前例的前後各一隻指向麥克風 官方售價是2700元新台幣 對,2700元 看價格應該是主打一般的YouTuber、Vlogger 一般用戶或者旅行類型的UP主 確實,拍攝旅行影片的時候 你常常會從鏡頭前面拍一拍 突然間有臨時狀況要轉到鏡頭後面來拍一個主體 但在過程中你還是必須要持續講話 如果你是用這種肉棒類型的超猩猩指向麥克風 6000元、8000元起跳這種 你會遇到這樣的問題 早安早安各位寶寶們 我現在在外面拍影片喔 跟那些美女主播一樣 但我拿的是羅德NTG超猩猩指向麥唷 很明顯人從鏡頭前面轉到鏡頭後面的時候 聲音變小又變悶 有一種他媽的說不出的難受 解決方法也不是沒有 你可以買無線麥克風 但無線麥克風也有無線麥克風的問題 例如無線麥克風只能別在你自己的身上 只能清楚收到你自己的聲音 如果拍攝過程中有別人要講話 D4 Duo就是來解決這種狀況的麥克風 今天你希望它跟普通的槍型麥克風一樣的話 就用這一格 它就只有單向前面可以收音 但如果你希望它變身成雙頭龍的話 用這一格 它會用前後兩支麥克風分別收錄在左右聲道 讓你不同轉換位置的時候 都可以收到清楚的聲音 而且還有一個地方讓我覺得它很貼心 就是它後面的麥克風 比前面的麥克風小了10個dB 為什麼這樣叫很貼心? 因為我們平常拍Vlog的時候 我們會離麥克風有一段距離 所以我們需要加大爭議 來清楚收到自己的聲音 可是當你把麥克風轉過來 要拍前面的東西的時候 我們離麥克風的距離是很近的 如果這時候不降dB 你鐵定爆買 所以它是一支很貼心的雙頭龍 至於收音品質方面 我用講的不公平不公正不公開 直接給大家聽範例 還有一個蠻特別的地方 我就可以稍微提一下 就是它後面的這個麥克風 可以自換成別的麥克風 例如無線麥克風的接收器 你只要把無線麥克風接收器的線 插入後面這個音鋪孔 後麥克風就會自動切換成無線麥克風 或是任何你插的其他麥克風 你可以整個Vlog 都用無線麥克風收自己的聲音 然後前面這個麥克風 就對準任何一個人要講話的時候 用這個麥克風收他的聲音 這樣你整個Vlog 任何一個人發出聲音都清清楚楚 不會有任何問題 完美的解決方案 優點跟特色的部分大概就這樣 至於缺點的部分嘛 兩個讓我真的覺得很討厭 第一個是 他的Deadcat真的他媽設計有夠爛 當你Deadcat戴上去的時候 你根本看不到麥克風上面的 Input孔、Output孔 然後調整雙向或單向的操作鍵 整個就像炸裂的音毛一樣 要操作真的得要把Deadcat給拆掉才行 所以DID幫他除個毛吧 炸裂的音毛 至於第二個缺點呢 跟所有用兩個聲道來記錄 不同聲音的產品一樣 麻煩 使用用戶必須懂後製軟體 不然出來的聲音會是像這樣 左邊 右邊 左邊 右邊 我好大 你好小 耶嘿 兩千七百塊主打的應該是一般用戶 不是專業類型收音的 YouTuber、Vlogger或App主 會剪接是肯定的 但是會不會處理聲音又完全是另外一塊問題了 所以我覺得Deadcat官方可能要多出一點 不同剪接軟體的聲音後製教學 才有辦法真正普及化這個系統 不然他們也不會用 就浪費掉了這個雙麥克風的好處了 整體來說D4 Duo是一個很創新的產品 史無前例的前後雙指向麥克風 不用電池、不用充電、不用開麥 所以不會有回到家後發現 我沒開麥、整個影片都沒有聲音的問題 很方便 老實說 競爭對手我唯一想得到就是羅德的Videomicro 那支兩千元的指向型麥克風 音質上D4 Duo稍微贏一點點 但是七百塊贏這一點點沒有太大意義 七百塊花在划算的地方是 你不管是從前面換到後面的時候 你的聲音不會變小變悶 得到高品質的解決 我覺得是這七百塊花了划算的地方 以上就是今天的評測 希望對於最近可能剛要接觸拍blog 剛開始接觸當up主、當youtuber的人 也有幫助 老樣子,任何問題下面留言 買了不會用 想看什麼教學、什麼評測的 都下面留言 我是新培,我們下次見 掰 你看看我生消肯痛 小燈 imentos 有障礙 以保農曆方案委託 是